在第1个单元我们介绍了标准的Modulation 以及第2个单元我们介绍了Multiplacing 这两个最主要的操作的机制 然后在后面这3个单元 我们会针对标准的Multiplacing的做法做一点点调整 那首先我们先跟各位介绍的叫做Single Sideband的一个AM的形式 Single Sideband的意思是 我们希望在传输讯号的频率的范围之内 传输适当的资料出去就好 而不用把所有频率范围的资料都传递出去 那我们介绍的第1个做法是叫做Single Sideband的一个形式 Single Sideband的Modulation的一个形式 我们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 考虑一个一样是一个band limited的一个讯号的形式 它的频率范围是在-Omega n到Omega n这个范围之内 为了区分起见我们把这个频率范围切成两个部分 首先在负的 我们用红色来表示 然后在正的 这部分我们用蓝色来表示 然后如果我们用cos的形式来做AM的形式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讯号 拉到 Omega c Carrier signal附近 以及-Omega c去 那就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把它做进一步的分解开来 所以正的部分 是蓝色的 然后正的部分 是蓝色 那另外负的部分 是红色的 然后负的部分 是红色的这个区 好那我们实际上传输出去的就是在 正负 Omega c 然后加减 Om的这个范围之内是我们传输出去的 然后他的高度是原来的 一个二分之一 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波形 我们会发现事实上他是 复制的原来的这个波形 而每一个 不管是在正的或是在负的都有一半是蓝色一半是红色 因此我们在传输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用到这么宽的 一个范围的频率呢 我们发现我们事实上可以把它减半 好那减半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 我们把upper sideband 留下来 那所以upper sideband就是比较高屏的部分 那所以留下来就是 高屏的这一部分 那负的也是负的比较多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的颜色在 正的地方 是蓝色的 部分 那在负的地方是红色的 部分 那这是upper sideband的 形式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取出所谓 Lower sideband的形式 那Lower sideband就是正的时候 比较低频的部分 以及负的 比较低频的部分 然后正的比较低频的部分是红色这一部分的区块 然后在负的比较低频的部分是蓝色这个区块 那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其实只要原来的一半的频率的范围 都还可以包含红色跟蓝色这两个部分的这个频率的资讯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single sideband 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upper一个是lower sideband的一个形式 我们事实上需要传输的频率的范围 就只剩下原来的一半 或者是下面这个 原来的一半 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做multiplacing的时候 上面可能要这么宽 的范围 那下面其实只要这么小的范围 就可以传输 比较多的 讯号 那怎么把 upper或lower sideband的讯号把它这样截取出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说明几个方法 首先有关截取upper sideband这部分 我们可以用idea highpass filter来做 所谓的idea highpass filter 就是像下面这个 在低频的地方 是0 高频的地方让他等1 低频的地方是0 高频的地方让他等1 所以画出来的形式就是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好那上面跟下面这两个做处理之后 会留下来的部分就是 高频的部分 就是这个蓝色的部分 然后负的 高频的部分 就是这个红色的部分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在频率是正的时候高频的部分 这半边 以及频率是负的 高频的部分 另外这半边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画下来 所以经过这个idea highpass filter 所以经过这个idea highpass filter 我们就可以把正的频率的高频的部分 以及负的频率高频的部分 这半边把它留下来 那这留下来最主要是把得到的讯号经过一个系统 那这系统是一个idea highpass filter 然后就可以得到我们要得到这个半边 这个讯号的形式 除了用highpass filter 或lowpass filter 来取得 single sideband的一个特性之外 我们可以用 face shift 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操作 那这个操作模式最主要是像这样子 原来有一个讯号 X 然后这个讯号进来之后 我们走两条路 第一条路如往常 我把它乘上cos sine omega ct 然后获得的结果叫做y1 另外条路是走下面 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系统上的处理 之后再跟sine 做相乘 得到是y2 然后这两个相加之后就变成是y 那其中最重要是下面这个 这个h的形式有两种 如果你是lower sideband的话 那你这个h呢 他最主要是频率如果是正的时候 我让他是负j 频率如果是负的时候我让他是正j 然后如果是upper sideband的时候 那我让他频率是正的时候 我让他是正j 频率是负的时候我让他是负j 好那不管是哪一个h 我们发现他的这两个 的matthew都是1 那唯一会改变的是向脚上的关系 所以这两个他的matthew都是1 upper sideband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频率是正的时候是负j 那负j意思就是负90度 频率是负的时候是正j 所以是正90度 那如果是 upper sideband的话 那频率是正的是正j 所以是上面这条 橘色的 然后频率是负的是负j 所以是负90度 所以这是这个形式的时候 那最主要是在频率是正或负的时候 改变不同的 向脚上的差异 那这两个运算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就会是y 那y就是 upper sideband的部分 或者是lower sideband的部分 那真的会是这样子吗 接下来我们举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 这里我们用同样的例子来跟各位说明 怎么样截取single sideband的一个 形式 好那这边的左手边跟右手边分别 针对的是 往上 跟cos做am的形式以及往下跟 sine做am的形式的两条路 首先我们看往上跟 cos做am的形式 好那cos的频率上是在ωc 以及-ωc有两个imp 那他的imp 高度分别是pi 跟pi 这样一个形式 那所以上面这个跟这个cos做convolution 那会得到结果就是在这 ωc跟-ωc 附近有一模一样的一个 形状的 信号 一个形状的 一个portion 最高的高度呢是pi 然后再除以2pi 好那所以除以2pi是因为这convolution 的前面有一个2pi分之1的一个系数的关系 在右手边这边 是往下 先乘上一个 faceshift 的一个系统 以及跟 sine相乘的一个形式 好那faceshift的形式我们这边先考虑 的是 Lower sideband的那个case 所以在频率是正的时候乘上-j 频率是负的时候乘上正-j 好那获得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在频率是正的时候乘上-j 频率是负的时候乘上正-j 好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波形 也就是说在 正的这一部分 跑到这里来 好那最高的高度是原来的1 然后就变成是-j 高度 频率是负的 是这一部分的形状 然后他乘上正-j之后 就变成是这个波形 那高度呢高度是-j 然后 sine在频率上的形状是在 Omega c有一个impulse 然后高度是 pi 除以-j 然后在 -Omega c有一个impulse 然后高度是 pi除以 -j 所以这两个做convolution 那就是这里波形要在 在Omega c附近 以在-Omega附近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就得到在 Omega c附近 比较大的地方是往下 比较小的地方是往上 然后在-Omega c的附近的话会是 比较小的地方是往上 比较大的是往下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这一块 比较小的地方 乘上pi除以j 然后再除以2pi 那2pi就是这个convolution的2pi 然后在经过计算之后 j跟j消掉 pi跟pi消掉 所以这变成是-2分之1 所以橘色这一部分是 最高的地方是-2分之1 再来 粉红色的这一部分 那粉红这部分是j 乘上j分之pi 然后再除以2pi 然后pi跟pi消掉 j跟j消掉 所以这边的高度最高是2分之1 再来-Omega c附近 这个 是指 橘色的部分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边是-j 乘以pi 除以-j 然后再除以2pi 好那这样这个2pi跟这些2pi 同样的也可以 pi跟pi消掉 j 跟j消掉-1跟-1消掉 所以这变成正的2分之1 所以高度就变成2分之1 最后 4mega c 比较高频的部分 这一部分 好那这一部分是j 然后乘上pi除以-j 然后再除以2pi 然后pi跟pi消掉 j跟j消掉 最后是-2分之1 所以它是一个往下然后高度是1分之1的形状的东西 好接着我们要把左右两个加在一起 因为左边是往上的 右边是往下的 这两个要加在一起 然后我们发现 这一块跟这一块 刚好可以消掉 这一块跟这一块 也刚好可以消掉 最后留下来是这一部分 跟这一部分 两个都是正的 另外是这一部分 跟这一部分 两个也都是正的 然后各为2分之1 所以加在一起之后就变成 Omega c-Om 以及-Omega c 加Om 这一部分的结果 而且它们的高度是多少呢 是2分之1加2分之1 所以等于1 因此这一部分所获得的 就是所谓的Lower sideband的结果 因为它是 Caror frequency Omega c 比较小的那半边的 平带的一个范围的资讯 那其他像 Upper sideband 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进行解析 请不吝点赞订阅